位在台北市南港区陈福路121项22弄旁的这一条边坡道路 向来是民众进出并且是停放车辆的地方 不过也因为道路狭窄靠近住房 因此每到了台风好雨来临的季节 民众就相当担心土石崩落的情况 尽管市府已做好了党土墙的工程 不过依旧有安全上的疑虑 因此当地陈福里王秋娥里长 希望市府能够进行党土墙绿煤化工程 确保居民的居住安全 并因本路段路边坡上杂树重生 造成脏乱及影响排水功能 皆由每夜我们的环保志工 自行清理整理 无独有偶在陈福里东新街 168至170项一带 王里长也希望进行 边坡杂草的清除与绿煤化工程 另外地面上的泄水沟 能够加装沟盖 维持下水道的敞通 因为168项至170项 这条路不是只有我们陈福里在使用 几乎附近的三四个里 只要经过南港公园都必须经过这条路 东新街168项至170项 间因为测沟设置施工的时候 沟体坐得太浅了 又因排水泄水孔太小 才因为下大雨又遭树枝的树枝液的堵塞 严重影响行人通行的安全 及影响排水功能 皆由每夜我们的环保志工 自行清理整理 清洁整理 为使工程一致并提升四容美观 建设本边坡设计 煤化及改造四容 有关东新街与陈福路挡土墙绿煤化工程 北市府承诺王里长将会在今年年底前 完成规划设计 并且也将纳入节流沟改善工程 符合当地居民的需求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中佳有线电视 熊精菜